年后的第一波客厅终于来了 马上给大家开箱 这是一颗缅甸的红宝石 所以说大家能够看到它的强烈的荧光感 镶嵌上也是用的比较华丽的 一个围箱 水滴圆转 构造成了雪花感的造型 大致又漂亮 做了一个两用款 马上春暖花开 带着它去看花真的是太美了 这是我在矿区的时候 卖给客户的一颗紫色的金属色尖巾 好不好看 有目共睹 客户买了送给他的男朋友 18K金 枪黑的一个工艺 是不是超级酷 第一枚红宝石戒指 款式做的是非常非常的复古 18K金黄丽白的一个分色 比较典雅的款 这颗沙弗莱的火彩 星星点点 特别的漂亮 上面是点缀的一颗大一点的钻石 也是小钻石围绕 非常的大方 这款式也是做了很多很多个了 每次都受到与孩子的欢迎 因为真的特别的秀气 简简单单的镶嵌就很好看 是在我们店的时候 是带了一下店里的现货 对那个款式一见钟情 然后选了一颗 圣玛丽亚海南宝 做出了这个戒指 简单又大方 也是一枚可以天天佩戴的戒指 一枚歌雪红红宝石戒指 整个质感是做的非常厚重的 因为它的造型设计上是很复古的 这是一个给两岁小朋友的一个平安扣 所以说选的是小小的扣子 冰冰的飘绿花 希望小朋友平安健康喜乐 这个戒指的侧面看到没有 光圈都能跑动起来 它的侧面的花纹 做的是非常有个性的 然后正面就是一颗红宝石 歌雪红红宝石 是上次客户在店里面亲自选的 他送给妈妈的礼物 真是很有孝心的女儿哦 这是一颗缅甸的红宝石 所以说大家能够看到 它的强烈的荧光感 镶嵌上也是用的比较华丽的 一个围箱 水滴圆转 构造成了雪花感的造型 大致又漂亮啊 做了一个两用款 马上春暖花开 带着他去看花 真的是太美了 这是客户的一颗粉蓝宝石 是1.07克拉 两边镶嵌的钻石都用的特别大 这种大概就是属于 你上手你就能够感觉到的 客户喜欢质感镶嵌 戒指壁就做的比较厚一些 整体一上手就知道是非常有质感的东西 这颗是1.03克拉的歌雪红红宝石 镶嵌的一个经典款 两边的钻石用的比较白和闪 突出红宝石的红艳美丽 非常的好看 1.06克拉的粉蓝宝石做的戒指 非常的有个性 你可以把它离结成一个蛇形 都是可以的 这种异形就是非常有想象空间 这枚2.23克拉的皇家蓝蓝宝石 做出来真的是又大气又漂亮 方形切割本身也是非常的端庄 大气沉稳的 四周围绕的钻石出来了花形 整体就显得更奢华了 真的是好漂亮的一枚啊 这一对对剑 女生用的钻石是13分 男生做的是比较素雅一点的 整体来说它都是非常简约的 可以戴上手不取的一个戒指 这一枚沙弗莱戒指 也是做的非常非常的个性 宝石本身就很绿 活彩又好 戒指壁的话做的是两个道 在最后的时候收尾 就像行星鱼轨道一样 一个牌戒是专门为客户定制的 定制的好处就是 数量上你想要多少加多少 厚度上呢 你想要多少可以有多少厚 厚度上呢 你想要多厚可以做到多厚 所以说关键还是在于跟商家的沟通 这是一枚非常重磅的分打戒指 为什么重磅呢 除了宝石本身刻拉数比较大以外 我们单边配的这个配钻颗粒也是非常大的 单颗根据比例配的是三十八分一颗的桃心 这个三十款看上去真的是经典又大方呀 整个造型也是质感满满的 拿上手真的是感觉沉甸甸的 分打时戴上绝对是吸引眼球的存在 太好看了 这对耳钉别致的地方就是在于它可以转动佩戴 比如说想要特别一点 左边耳朵可以这样子 右边耳钉可以这样子 像一个风车一样 非常个性又好看的一对 这一颗是用的马行盖 做出来真的是好温柔啊 梦幻感非常的强烈 春冷花开的时候带着去看花 太好看了 这枚是为蓝室做的一枚蓝戒 简单大方 你是戴上手就可以不取的一个状态 蓝宝石的颜色真的是好漂亮呀 款式做的简单大方的 上手也超级好看 这也是为男士定制的戒指 因为我们这款式很简单大方 所以深受男士的欢迎 这也是为客户定制的钻石排戒 钻石的颗粒比我们传统做的要大一些 比我自己手上戴的要大好多 就更好看更闪耀了 是一枚十六十 做的款式比较简单 要还用的比较纤细 这样子搭配它整体的一个感觉 非常的优雅 好了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的朋友记得点赞收藏关注哦 如果没有你喜欢的 那可以选蓝宝石来定制 拜拜